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奧利給 那今天分享的專題叫做什麼 叫做 幹化連篇滿滿的幹液 我們分享一下如何幹化交易 那一樣我們先進入到我們的專題 我們先看台值好了 這兩天有人問台值比較多 台值通常是不是說就是 怎麼講 台值齁 它在交易會比較溫吞 為什麼奧利給一直喜歡看海棋 就是因為 一樣的時間一樣的波幅 台值就是 要嘛點快讓你來不及空 要嘛就是怎樣 要嘛就是像這樣爬樓梯 慢慢的一格一格的爬上去 所以 大台值通常都會 怎麼講 雖然我們身在台灣愛台灣 但是 打台值齁 我就比較打不下去 因為早期奧利給也大很多 奧利給那時候怎麼打齁 比如說這個區間看好了 我就做它的那個 買賣權跟賣買權齁 站在那個賣方齁去 賣買交易 跟賣賣交易 用選擇權去上下鎖單 比如說 它的低點我觀察是650嘛 高點就是950齁 就去鎖 鎖大概950跟那個 650那邊齁 上下的 後退1至2點齁 所賭它這個區間齁 在這幾個月 盤整到結束 如果結束的話 我就可以去賺那個全力均 類似這樣的交易 今天暫時不說那些 過去的失敗交易齁 我們直接去分享齁 台值它的格局 格局怎麼看齁 來 分享給大家齁 比如說 下面的低點先不看 我們先看近期盤整格局的高低 你就會知道 你多空的交易行為可能是在哪裡 一樣我們先把圖結起來齁 結起來去幹嘛 寫出我們的交易計畫 第一點觀察多少 15691 沒有錯就是15691 高點觀察多少 15930 齁 就是15930 然後上去下來 我們會得到幾個價格 五個價格 第一個低點 691 高點 930齁 橫盤波幅的優行為 大概300點齁 這第三個價格 那第四跟第五個價格是什麼價格 我們在做交易的時候 就是說 萬一我做錯了齁 我還可以去哪一個格局 去等它 去交易它 齁 就是說假設 930上去沒有收下來 破幅大概300點嘛 那就是16 2 0 0 齁 萬一156 0 跌破失守就觀察 15 3 0 這五個關鍵價格怎麼來齁 第一個 低點給我們 第二個 高點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得到一個波幅 然後它盤整 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 它就容易怎樣 離開這盤整區它又容易怎樣 打到等幅測區區 跌到等幅測區區 齁 類似這樣的概念去 去做我們的交易計畫 雖然都是幹貨 但是 我們 仔細冷靜去思考一下齁 主力在這邊賣給我們看 你在這邊 你還會想做多嗎 答案是 不可以齁 那主力在這邊買給我們看 做這一段的噴出行情 然後它回檔 又來接近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那你會想在這邊做空嗎 齁 不可以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由上往下的業務行為了 齁 支撐變壓力的業務行為 齁 這活生生的 掩飾 掩飾在我們的 畫面前面齁 也掩飾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所以 我們是看圖說故事 看圖講幹話沒有錯 但是 我們看的圖 講的幹話 說的故事 卻是 每天發生的87%的業務行為 齁 你看 有沒有 對啊 啊 現在這邊有賣壓 你說 你問奧利家說 欸 有賣壓 啊這個會好緊嗎 我敢跟你說 啊 哪有什麼好緊 因為我們本來的交易規劃就是說 你做多的齁 就只會觀察這邊的橫盤 那上面這個價格是什麼 做空要觀察價格 啊這個算大格局的邊界齁 齁 到了 到了你要做多的 要嘛不交易要嘛就多觀察 觀察什麼 它有沒有 類似這樣齁 噴出 達到我們的等幅測區 然後再拉回在這邊橫盤 有的話 我們想做多 那或許就可以參考看看 那麼沒有的話齁 它就容易形成我們影片裡面常說的 漲破這個價格疊 收回來齁 就容易怎樣 回撤起張點 齁 啊在這邊盤整成功齁 有 有噴出的話 就容易怎樣 打到我們的 空方打擊區 多方打擊區 齁 這樣 你知道這幾個格局 跟觀念齁 你就可以去 去很清楚很清晰寫出 你要做的交易計畫的位置 齁 它就可以避免掉很多 你不必要虧損的風險 你就不會在這邊 還有想做空的念頭啊 對啊 理論上你的空單 應該是觀察這幾天的橫盤格局 它在900 850這邊的橫盤 齁 如果說有棄手 整個往下的話 就容易怎樣 打回起張點 那一樣齁 現在大格局的邊界到了嘛 我們不知道怎麼看 我們就去切 在大格局裡面的 小格局的 1分K 去看它交易行為的變化 齁 比如說這樣看 齁 把圖截起來齁 低點觀察816 高點觀察848 上去下來 齁 816 848 這上減下波幅的右行為 大約有30點 目測了齁 那等一下這個48 這個48 齁 上去沒有再收下來 就容易怎樣 打到 噴出了等幅測距區 齁 就是848再加30點 大概是 8 7 8 然後跌破了 跌破就要觀察大概多少 7 8 0 啊觀察什麼 奧力給畫給你看 比如說左邊這邊900多 有個大跌下來嘛齁 那下來怎樣 有一個V 它在左邊的畫面應該 有蠻多的V了 那 像這樣喔 進入到我們的多方打擊區 本來圖應該是這樣 齁 就是看到後面 然後呢 然後我們在這邊做加2的業務行為 在這邊做減1的業務行為 齁 做一個30TIC來回單的交易 然後永遠留一張加1的抵單 在這個停損還沒有被打破之前 堵它什麼 堵它到 空方打擊區 還有等幅測距區 齁 這是大格局 那做空的一樣齁 你在這邊齁 548齁 觀察什麼 觀察它在548這邊的橫盤 有沒有像這樣 HN 這裡 HN 上去收下來 上去收下來 你的空點可能是在這裡 或是在這裡 畫過來 等一下它上去跌破這個價格 你就跟著空看看 空就容易 成功 如果說現在的價格是大概900到930那邊的位置的話 這邊就比較屬於雙八群 像高手在打的單子 不一定對 也不一定錯 但是就是 容易喔 容易這樣一件艙就開始賺錢 一件艙下去沒有賺錢 你就要有個警惕 順便分享一下做空 你給影片常說齁 做空齁 你有空成功 它通常 下來的速度是這樣 下來的速度是這樣 然後它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永遠不會再創新高 當你比如說你在這邊打空單 它沒有往下的速度 也沒有下樓梯的速度 的節奏啦 變成說比如說下 欸 這樣就橫盤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空的位置可能是 不太對的位置 這時候不太對沒關係 我們就防守齁 這個 減5點至10點齁 TICK的業務行軟 因為你可能空在這裡嘛 防守個5至10點齁 讓它這個格局在打破之前 你就繼續留單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抱著 賭它什麼 賭它 打到多方打擊去 就無腦的去撿一口單 或者說 賭它到等輔測區區 這樣你在交易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做空的業務行為 通常都是怎樣 上去 然後 狠狠狠 上去 再狠狠 再上去 再狠狠狠 一直到我們的大格局的 空方打擊區上面去啊 那以上就是台子競選齁 交易格局的 變化齁 如果有任何問題齁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齁 你給看到都會做整影片齁 或者說在直播線上 盡量去回答 你想了解的問題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來這邊我分析給你看齁 剛才是看60K現在是看15K嘛齁 因為 它已經噴出15K的波幅的優行為 所以我們去60K找它左肩左腳在哪裡齁 像輕人齁 看的話齁 高點就觀察74.7 上去有沒有收下來 像這邊齁 上去收下來 就容易怎樣 打回7張點到多方打擊區 空就一樣齁 觀察這邊的橫盤齁 上去有沒有收下來 有的話就容易怎樣 回側7張點 回側7張點 那低點觀察73 高點觀察74.7 橫盤波幅的優行為大概是 1.7塊錢齁的整理波 那這邊整理好有噴出齁 夜盤有可能不排除去撞多少齁 撞76 那萬一整理失敗70 就可能打回71.5 那你不要說 不可能齁 奧利給你的影片齁 達正率大概有87% 說真的不能再高了 為什麼達正率會這麼高 因為我們是看著市場的價格跟主力齁 市場的主力做給我們看的價格 在做我們的交易計畫 那一樣齁 你不管做多做空齁 我們做大格局看了 再去小格局看 看我們建倉行為的交易計畫 有沒有像這樣 剛剛是不是有分享說 他大概怎樣的業務行為 來這裡剛好有標準圖 隨便分享給大家看 當充格充的話 我建議就是15搭1K 因為15有三個交易日 1K的話大概就是這 今天這三到四個小時交易格局的變化 海外期貨有23個小時齁 再開盤 所以他都會有多空輪體的階段 所以你做錯了不要怕 該停損就停損 該賠就賠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一停損以後 就可以再去下一個格局去做另外一個交易計畫 那有點說太多 我們直接分享它的格局齁 高點觀察74.8 低點觀察73.9 橫盤破斧業務行為大概是0.9塊 這邊整理好有噴出 未來三到四個小時 也有可能去撞哪裡 大概75.3 更正齁75.7 那整理失敗氣手 有可能就回測73 就是本來是壓力嘛 現在是壓力變支撐的地方 那 橫盤破斧業務行為大概0.9塊 那你想做多做空的 觀察什麼 觀察在多方打擊區 像這樣齁有沒有 VVVW 我們就在這邊 看到這些價格 然後就開始執行我們的交易計畫 然後一樣這邊如果打夠對了齁 就防守這個減5到10點 5到10個TIC 就 就可以了 然後就賭它什麼 賭它噴到 空方打擊區 那空方打擊區 觀察什麼 觀察這裡的 我們第一次的高點齁 上去再收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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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價格的這個位置 那一樣就是吃 假設加這裡嘛 就讓這裡 一樣是減5到10個TIC 去做我們的交易計畫 那這邊如果做對了 你就會虧10點齁 虧10個TIC 然後賭到什麼 空方 多方打擊區 或是賭到這裡齁 那我們這裡目測齁 你看 這邊齁 假設是74.9 跟那個 跟這裡齁 跟這裡來講的話 跟75 它是不是大概就有大概 0.6點齁 就大概60個TIC 對啊 啊順的話 第一口先來回單 補一個30 或是說 賭一個60 或是說直接賭到 多方打擊區 這邊就大概 假設順利完成的交易計畫 有0.9個TIC 0.9點齁 大概90個TIC 那你就怎樣 你的交易計畫 就沒有你賠10個TIC 去賺它 90個TIC的優勢 如果順的話 這邊加2 如果對了 就一個補在這邊 無腦的先補掉 留一個加1的頭單 賭它什麼 賭它到地板下面去 以上就是多空 交易行為 我們應該在多空打擊區 觀察它盤整的優勢 因為這個 這個青雲牛齁 它在1K裡面 剛好 都有看到多空 它的橫盤的交易格局 那就順便在這邊 多說一些幹話 分享給大家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電燃器一樣齁 來 第一點觀察什麼 這裡這個價格齁 大概20 2.1跟2.07這邊 橫盤的優勢行為 高點觀察2.2 上去一下 2.1 2.2 橫盤坡幅的優勢行為 大概0.1 這個0.1 大概是100個TIC 那 有噴出我就觀察2.3 有跌破 就觀察 2.0 類似這樣的教育計畫 觀察什麼 觀察這個價格在這邊 有沒有 跌破收回來 這邊這個價格 這裡的橫盤 有沒有跌破漲上來 有沒有 上去下來跌破再漲上來 有的話你就跟著教育看看 你可能吃在這裡 放手這裡 撿10個TIC 或5個TIC 去做到什麼 賭它做一個 二雷安打還是三雷安打 還是一個全雷打的業務行為 那做空的我觀察什麼 你看這邊又明顯 這邊價格上去不能收下來 那時候是大概在這裡的 空方打擊區 收下來就容易怎樣 回測騎張點 甚至於騎張點 煞車踩不住的話 就會打到什麼 等幅測驅區下面去 等幅測驅區沒到嘛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觀察說 它這裡理論上應該要跌到一點多 結果沒有 又在這裡走橫盤 那又表示什麼 阻力控盤這個價格 不讓它失手 我們想做多的 就這樣觀察 因為你在這裡 多方打擊區的橫盤 容易形成什麼 做空的 它看這裡 咻下來跌不下去 然後在這邊橫盤 就表示什麼 它在這邊已經 可能沒有跌的力道 所以該補的它就會補掉 然後就會形成這樣 橫盤的交易格局 那一樣喔 15K看到了 我們再去1分K找它的交易行為 就大概這樣建倉 有沒有 低點觀察 2.096 高點觀察 2.126 這邊就大概30個T格 有沒有 096 126 就大概0.03 這個就等於大概30個T格 的業務行為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就容易達正 做空的 有沒有 就上去收下來 就怎樣回撤 然後甚至於不排除去做它的等補測距 我們先分享它的格局 那麼有噴出 在這4個小時以內有噴出就觀察 2.15 跌破的話就觀察 2.06 以上就是天然氣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我們看下一檔 黃金一樣喔 哇這個可能是 要結算喔 有點跳空 那沒關係 我們分享格局 至於那個你們再去找 找那個 它 近月的交易的那個 才不會像這樣喔 跳空的業務行為 因為它應該是要做2.306或2.305的盤 會比較難 沒關係我們先分享2.304 那就是 高點觀察81 低點觀察59 橫盤波幅大概20塊 近三個交易日的整理波 那麼整理好有噴出就觀察2000 萬一整理失敗氣手就觀察 1939 就是 這邊這兩個價格去減它的波幅 我們就會得到這五個價格 就會 然後觀察什麼 你看這邊 跌破 尤其是這裡 大跌的第一個橫盤 又是拉回 漲破又收在這個價格之下 收在這個價格之下 就容易怎樣 形成一個破底翻去 穿它左邊這個頭 有沒有 穿上去的 穿上去就容易怎樣 來到了空方打擊區 那做空的一樣 觀察空方打擊區這邊的橫盤 第一個高點可能在這裡 有沒有 上去下來 上去 等一下再打在這邊 你做空要健康的點位 大概就在這裡 看著左邊做右邊 那以上就是15K 黃金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我們再去1分K 看它發生什麼樣的業務行為 一樣 你到1分K裡面就把圖縮起來 假設你是要做空 你就大格局的邊界區 看到了 空方打擊區 來了 你就這樣去做你的交易計畫 底點觀察75 高點觀察83 波幅大概是8塊錢 4個小時80個T克 的業務行為 那麼整理有噴出就觀察多少 1991 1991 這裡失敗氣球就觀察 1964 66 1966 觀察什麼 價格在這邊嗎 跌破收上來 漲破收回來 就容易怎樣 你看 這第一次 這邊 注意看這邊 第一次主力做給我們看 我們生產物 做第二次 都有機會怎麼樣 空在這裡 在這裡 直接補單 補掉 然後現在又在這邊走 橫盤了嘛 你空單沒有建在這邊的 下面就建議不要碰 那以上就是黃金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小稻窮 他在60K做一個噴出的U行為沒有 說在3922 那我們先用60K去抓 去抓什麼 抓上一次他創新高以後的 橫盤格局的U行為 這樣你們會比較好看 因為15K他已經超過了嘛 那我們就往上一個格局去抓 第一點觀察 118 高點觀察 329 64 這個大概是這一個禮拜 他教育格局大概有700點 800點 800點整理的震盪波 那整理好像做噴出的U行為 這個也沒有收下來嘛 那沒有收下來就容易怎樣 在未來可能是下個禮拜 去挑戰 就是 329 64加800 就是大概 337 33800 我們上個整數這樣比較好計算 有可能不排除會去撞33800 那麼萬一 32118下禮拜在棄手的話 也有可能不排除去回車那裡 沒有錯就大概 311 311 300 左右的價格 目前看來應該是所在這兩個格局啦 就是 964跟118 現在噴出了嘛 觀察就觀察什麼 你要做多的 你要奧長線單的 你就觀察這個有沒有突破 有沒有跌破 跌破縮回來就容易怎樣 回車幾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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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一樣我們去1分K 看他小的教育格局的變化 假設你要打空單的齁 你在這邊建倉的話 應該要怎麼建齁 點位到了齁 做不做隨便你 記得做好你 停損的教育計畫 低點觀察022 高點觀察118 波幅大概是 100點齁 100點的整理波 下面整理喔 噴出嘛齁 這邊如果上去齁 這個118 有手不再收下來的話 就有可能不排除去撞哪裡齁 就沒錯就是大概 33200 那萬一 萬一那個整理失敗氣什麼 就觀察多少 32900 在這3到4個小時的教育格局 那你想做空 去觀察哪裡 觀察這裡噴出的橫盤 上去下來 上去 下來 上去 大概是這個價格 要做空單 建倉的點位 那一樣記得做一個30點來回單齁 跟一個 假設空兩口齁 先做一個30的來回單 30到50的來回單齁 啊 啊或者說 你就直接賭 這漲破你就不要 啊賭什麼 賭他 打到空 多方打擊去 那以上就是小到窮進喔 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好來到我們熱門的納斯達克齁 我們現在應該要這樣看會比較好一點 大概是這裡 大格局的邊界很關鍵喔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708 高點觀察065 橫盤波幅的業務行為大概有350點齁 那整理好 有噴出喔 下一關有什麼不排除去撞哪裡 133 50 左右的價格齁 啊那整理失敗70 也有可能不排除去回車哪裡 123 50 好結束 就大概這樣 那觀察什麼 觀察奧利給分享的這些價格 它的橫盤打勾跟跌破倒勾的業務行為 對啊 那一樣齁 你想打空單的齁 你要怎麼打 還有你想做多單的齁 你要怎麼做 多空都 都有它輪踢的階段 真的不要急 齁來 上去去下來 橫盤 齁 1分K橫盤觀察3074 高點觀察3092 齁 大概20點齁 20點的來微波 齁 那整條噴出就13 110齁 那跌破就13 0 5 0 觀察什麼 在多方打擊區 像這樣的橫盤 讓主力去吃第一次 韭菜跟著吃 第二次 齁 寫個9 主力 大跌橫盤第一次的V 讓主力吃 就是 我們韭菜看到了在多方打擊區 有第二個V 我們就建倉大概是這個價格 然後去捲這個價格的 5到10個T克 齁 這樣就夠了 或是5至10點 就容易怎樣 一次就賺錢 就整個上去 齁 那 以上就是 小 納斯達克 海外期貨 近期 教育格局 的變化 然後最後再提醒大家 一些幹話 齁 空 這個H&N 多 這個VVWT 齁 啊 建議啦齁 我建議你在操盤的時候 把奧力給的影片有沒有 比如說你是做空的 你就切 小鈉 啊然後就 這個圖跟這個價格 你就放在這邊看 喔 讓這個影片去重複的播放 點位到了你就交易看看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做錯了 頂多就是做一個小賠5至10點的 業務行為 那做對了 可能就有30點 50點 100點 大格局的等幅程序區 讓你去打到 端打 安打 全得打 那今天齁 今天的影片簡單分享到這邊 喜歡奧力給的影片 再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祝大家 割韭菜割到 80歲之後 手按不動滑鼠之前 好不好 祝大家身體健康 以上 謝謝各位